老杨到处说欢迎继续订阅转发我们节目点赞留言打赏 对我们私房叉老将相求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少少微码了解一下 好我们来谈谈另外一种疫情解读 就是新加坡联合早报于何元 他的解读 这一次习近平的积极姿态是中国领导人展示出一个和美拉欧的姿态 跟美国改善关系要争取拉拢欧洲 习近平在星期三也就是3月27号分别会见了美国工商界和战略学术界的代表 以及荷兰的首相吕特 当然习近平的会见过程中充分展示中国和美国和美拉欧的善意 说中美关系虽然回不到过去 但总呢应该能够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强调中国是欧洲为多极世界的重要一级 和合作伙伴 对欧洲政策保持连续的稳定 当然呢 荷兰也是欧盟一个很重要的国家 对这些连麻烦不断的中美关系 习近平当然又有解释 特别谈到了他跟去年跟旧金山 跟拜登达成的共识 共识就是中美关系应该稳下来 好起来 只要双方都把对方视为伙伴 互相尊重 和平共处 合作共赢 中美关系就会好起来 这也是原则性的一个指明方向的说法 当然呢 有20多名的美国工商界和战略学术界的 重量级的人物 参加了跟习近平的对话 当然余茂出呢 就说这些人拿着拍马屁的 那么也是去年中美援手旧金山会晤以来 习近平第一次在北京跟美方人士的 面对面的交流 三月下旬以来包括苹果 高通 费普 黑石 麦肯系 斯奈德等国际大公司的高管 纷纷来到中国 展示他们对中国市场的重视 中国市场这当然是个每一个人都要重视的一个大区块 我们也知道在美国政界对中国普遍抱有敌意的情况下 当中国政府和习近平选择跟美国工商界和战略学术界 作为他阐释中美关系的对象 余泽眼说这显示出什么呢 显示中国希望借助自身庞大的市场规模和经济增长 继续维护和增强中美中欧的经济联系 让经济成为或者继续成为维护中美关系中欧关系的压仓石 这个说法很久没有听到了 都觉得已经快没有压仓石了 但有了 习近平用你中欧我中欧你 你龙我龙 这个来形容当下的中美关系 他很直言的说 不同的分歧肯定永远存在 也是跟人跟人是不一样 一家人也不一样 但求大同存小异 建立更多的共识 国家之间家庭之间家庭内部 亲人之间都这样 当然最好的一个口号 不应该是存大同求小异 最好的符合中美两国关系的一个实际情况 是求大同存大异 当然他没这么说 他主要引用了中国古代的一个俗语 从善如登 从恶如崩 这个现在比较容易懂 说中美关系要变好 就像登山一样 要变换像山崩一样 当然他也坦诚 这几年中美关系经历了不少波折 遭遇过严峻的挑战 很多教训值得记取 这句话也很有意思 不仅是美国要记取 中国方面也要记取 当然没有讲得很详细 是不是包括战狼外交 他没有说 习近平当然也说过了 过去几个月 双方的团队围绕了中美援手共识 在政治外交 财贸 经贸 财经 执法 禁毒 气候变化 人文交流等领域保持沟通 取得进展 不管是经贸 农业等传统领域 还是气候变化 人工智能等新兴的领域 中美应该成为对方发展的动力 你中有我有中有力 不应该成为主力 这是劝和 振前喊坏一个说法 怎么推动世界经济的复苏呢 解决国际和地区热点的问题呢 他说都需要双方的协调集合 那么他当然也还是那句话 希望美方跟中方相向而行 要有正确的战略认知 妥善处理敏感问题 保持关系止跌起稳的势头 自由落体的速度 赶紧采取急刹车的做法 当然习近平没有评论 美国政界对中国的敌意 他避开这点 主要谈的是积极方面 但是会见呢 河南首相李特 他还特别强调了 经济全球化 也许还要遭遇逆风 但历史的大趋势不会改变 脱钩锻炼没有出路 开放合作是唯一的选择 你说我言灰黑即白 二元对立思维过时 真正安全的世界 应该是深度交融 互相依存的世界 特别指责 当然也有所指了 就是阿斯麦的问题 人为制造科技壁垒 割裂产业链供应链 只会导致分裂和对立 中国人民有正当发展的权利 这个话讲了还可以 任何势力都没有把阻碍 中国科技发展进步的步伐 当然习近平这里特别强调 谈到脱钩断链 你说我赢啊 割裂产业链供应链 主要中国经济 科技发展的进步 这不点名的批评美国政界 对中国持续的打压 当然谈到中国经济的时候 他还是继续畅想中国经济光源论 否认中国建顶论 中国崩溃论 过去是崩溃论 现在是建顶论 中国经济是健康的 可持续的 帕拉讲了一大堆 中国的经济的发展 历经各种困难挑战 再走到今天 过去没有因为中国崩溃论而崩溃 现在也不会因为中国建顶论而建顶 这个排列技巧还可以 当然着重谈到了中国改革开放 改革不会停止 也不会止步 这里面的投入了一个信息 余泽也是这么解读了 我们正在谋划和实施 一系列全面深化改革重大举措 持续建设现场化 法治化 国际化 一流的营商环境 为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各国企业 提供更广阔发展的空间 他没有详细说究竟有哪些举措 本来去年下半年就要举办的 举行的中国 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 一直到现在没开 那么也就是说 全面深化改革是今年召开 一定要召开的三中全会主要内容 也许这就是他提前不经意的事 还是有意的释放 中欧关系当然也谈到了 就是伙伴 合作伙伴主流 这个才是大局 对欧洲 他也有些呼吁审慎出台 限制性经贸政策 使用贸易救济的政策 习近平和李强 同一天都高调的表达 中方希望跟美国欧洲 合作共赢的意识 这叫善意 表明中方维持中美 中欧关系稳定的强烈的业重 这个呢看来是 是治理行间都有这个意思 当然我们也知道 美国今年要举行大选 美国财长耶伦下个月仿佛中国 中国领导人也有可能 今年出访欧洲 那么抓紧时机 展示一个新的一个姿态 叫和美拉欧 余泽远说或许 能收到一定的效果 或许 他没有斩筋铁铁的来肯定 或许 首先第一点呢 我们知道了 被外界认为延荡多时的 二十届三中全会 也许 二零二十年 应该要召开了 再不召开就很反常了 所以应该说 已经到了即将召开的前夜 或者说 这个重大的改革措施呢 还没有完全在政治局讨论 或者如何 第二呢 于泽远的中述性的评论 算是目前海外媒体 相对中性的点评和解读 那么其他的解读当然都有比较 比较负面的一个阐释 那这一联合早报 他在顾及的中国市场 他表达上相对的比较持平 批评也很委婉 第三 以之前的咄咄逼人姿态啊 什么战狼外交 看着都要揍一下打一下 轮棍子啊 那个什么卢沙野之类的东西 赵立坚 现在被外界的认为 所有的姿态的展示是 和美拉欧 我不知道现在 和美拉欧 是不是还来得及 第四 必须承认内部经济形势不尽人意 甚至还将有一段时间继续下行 要承受这个压力 也可能直接刺激和诱化 社会更多的不稳定因素 最近一段时间 在各大城市 各地陆续出现 针对无辜平民的极端公共事件 频繁发生 北京也发生了好几期 中产阶级反贫的现象 失业的现象 青年就业力不足的现象 已经呈现大面积扩散 这应该在内部的稳定上 已经形成的压力 经济的持续下滑 这个压力还会继续有明显的表现 六 目前来看 外界对中国经济信心不足 中国的处事方式 又让人感觉很难预测 那么在这个前提之下 中国要如何挽回投资者信心 就包括以茂村这些人的负面评价 当然对习近平讲话里面 他们的评价起点不是太高 前几天中共中央中联部部长刘邮建超 在新加坡出席由通商中国联合早报 联合举办了会演中国对话中 主持人新加坡华人媒体集团的社长李慧林 李慧林提问 中国所用的很多语言 跟世界有距离 中国的语言怎么样的分析字里行间 外部的读者往往文字好像看得懂 但意思看不懂 这个现象 刘建超也没有办法完整的回答 怎么办 其实呢 这就是目前我们看到了 外部世界在解读习近平这一次会见 美国企业高层和战略学术界高层 讲话意涵 很显然 已经出现了 很明显的 认知的盲区 讲了半天 他们读不懂 治理行间解读 要费了半天劲 那所以呢 负面的东西相对 要比例要多了一些 老杨可以说老杨到处说 一会儿 有点抽谈 接着 王女 我们三不一样 我们三不两那一组 我们三不一样 我们三不一样 想到 平满 但 到底怎么办 我们四不一样 我们三不一样 我们三不一样 麻烦